同学们大家好 这一节呢我给大家讲解TypeScript里面类的装饰器 首先呢我来创建一个文件夹叫做TypeScript 然后我们在我们的编辑器里面打开这个文件夹 我们去初始化一下基础内容讲解所用到的这个环境 我们点开控制台 在控制台里面首先呢我用npm init -y 回车 初始化一下npm的这个包 接着呢我用tsz-init去创建一个tsconfig这样的文件 然后呢我去安装一下npm install ts-node-d 好 清一下平安 然后我再去安装一下TypeScript 好 ts也安装好了 那么我就可以在我的根目录下创建一个叫做src的目录吧 在里面呢我去写一个index.ts这样的文件 ok 接着在package.json里面 我把它缩小一点 好 我们写一个dv这样的script脚本 我让它们运行ts-node 当前目录下的src目录下的index.ts文件 然后在这个ts文件里面我写一个class 随便写一个test 保存一下 我们去运行一下 npm run dv看一下效果 ok它没有报错 我这里呢可以打印一下 再来一下 ok123能输出出来 说明我的环境呢搭配的就没有问题了 那么接下来我就会在这个环境下给大家讲解testcript里面 类的装饰器 好 这块我先缩小 我们先来讲装饰器 好 那什么是装饰器呢 我们可以说啊 装饰器实际上就是一种对类的修饰的工具 大家想啊 女生可能会去化妆 那会对自己进行一个美化 类的装饰器实际上就很类似于化妆的这个过程 我有一个类 我对它额外增加一些修饰 那就是装饰器要干的事情 好 装饰器呢 本身是一个函数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个函数该怎么写 首先啊 我定一个类 比如说我定一个class test 这就是一个类 这就是一个类 我想对这个类进行一个修饰 比如说给它增加一个方法 我先不增加 我先去创建一个实例 好 然后呢 这就创建了一个实例啊 我现在都用test点 get name这样的东西肯定是不存在的 它肯定会报错 而且什么都不会输出啊 为了让它不报错 我可以给它as any 我们试验一下 npn run dv 让它去跑 大家来看啊 现在它就会报一个错 说get name呢 不是一个函数 所以这块呢 这么写肯定是有问题的 那装饰器呢 实际上是可以对类做一个修饰的 那我们看一看 能不能通过装饰器 给类多增加一些内容 那么装饰器本身又是一个函数 所以这里呢 我就写一个装饰器 叫做function test ecorator 它是一个函数 好 那么类的装饰器呢 是修饰类的 所以它呢 这个装饰器 如果是修饰类的一个装饰器 它接收到的参数 实际上是类的构造函数 叫做constructor 这样的一个构造函数 所以这个装饰器 它接收的参数是一个constructor 那类型呢 我现在可以先给它一个any 先保存一下 我就写好了一个装饰器 装饰器该怎么用呢 装饰器啊 通过add符号来去使用 这里我再写一下 保存 好 那这块呢 我用add符号 对类做一个装饰啊 怎么装饰呢 add testdecorator 保存一下 它呢会报错误 说什么呀 说现在呢 这个decorator这种新的装饰器的语法 实际上在ts里面 或者在这个acom script的标准里面 它是一个实验性质的一个语法 所以呢 我们要想使用它 直接使用不行 我们得打开tsconfig.json 把实验类型的这个支持啊 给它打开 翻到最底下 有一个experimental options 有一个decorators和metadata 对应的配置项 我把这两个东西给它注视 打开 然后再回到我的代码里面 OK 就可以使用装饰器的语法了 那我写完这个装饰器呢 我清一下这个控制台啊 OK 在这里 我可以写一个console.log 就说decorator 保存一下 运行npm run dv 大家会发现 decorator就会运行一次 它什么时候才会运行呢 大家一定记得啊 这个装饰器的运行时刻 是要你着重注意的 有个同学可能会认为 是不是你在创建实力的时候 这个装饰器会运行啊 我把这个实力化的代码干掉 再重新运行一下npm run dv 你会发现它依然会输出decorator 那decorator它的运行时机是什么呢 我们说我们有一个类 我们要对类做修饰 那实际上它什么时候才去执行呢 它会在类啊 创建好之后 立即就去执行这个装饰器 对类做一些装饰 所以它不是每一次实力化的时候才执行 比如说我可以创建两个test test一也等于new test 那大家想它会打印几次decorator呢 实际上它只会打印一次 大家看只打印了一次 因为它呢 不是对你的每一个实力做修饰 而是对你的类做修饰 所以你类只要一定义 那么马上这个decorator装饰器 就会立即的去执行 然后尝试对你的类做一些修改啊 现在我并没有对我的类做修改 但是有了constructor 我们就可以对我们的类做一些修改了 我们可以这么写我们的代码啊 constructor.protottyp 点我们写一个getname吧 让它等于一个线团函数 console.log一下 这样 保存 那么现在呢 我把这个decorator先给它去掉 或者注释掉 也就是说我有一个类 我对类做了一个修饰 我呢 往类上面创建了一个getname这样的方法 接下来呢 我们去使用一下这个方法 看能不能用得到啊 因为现在你的这个类上面 应该已经多出了一个getname这个方法了 那我直接使用什么呢 就是使用test.getname 大家看能不能用 它会提错啊 语法上提错 那我们可以解一下这个问题啊 as any ok 然后我们这么去写它 先把这个错给干掉 其实这么去写是有些问题的 后面我会给大家讲怎么去修改啊 我先运行一下 npm run dv 诶 你可以看到 del就打印出来了 那说明我们现在啊 test.decorator 确实能够拿到test的构造函数 然后对构造函数做一些修改 从而对我们的类做一些修改 好 这就是类的装饰器的一个作用 这块我再写一下啊 类装饰器 接收的参数 是构造函数 ok没问题 那么像这种装饰器啊 其实我们除了写一个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写多个 比如在这里啊 我去写一个 cost.log decorator 我再写一个装饰器 叫 上面这些东西 decorator1 然后打印呢 decorator1 好 这块呢 get name 因为我注释掉了 所以我这块把get name呢 就给它也注释掉 保存一下 我现在呢 使用了test decorator和test decorator1 当然我定义了这两个装饰器 我只使用了test decorator 第一个装饰器啊 我可以再尝试使用一下 第二个装饰器 test decorator1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去运行一下啊 诶 你发现 它先会打印 下面的这个 decorator1 再去打印下面的 decorator 当然呢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写在一行里面 当然如果写在一行的话 你这个东西啊 要这么去写 保存 OK 它会自动的格式化 其实你写在一行里面也是OK的 那么 当你去用多个这种装饰器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看到 它可以去帮助我们 进行多次的类的装饰 但是它是有顺序的 当你去执行这段代码的时候 它会从左到右 或者说从上到下 都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顺序 去帮你收集 一共有几个这样的装饰器 但真正装饰器执行的时候呢 却是从下到上 从右到左的顺序 也就是说 先收集的这个装饰器 会后背执行 这点大家要记住啊 OK 那我们现在就有了两个装饰器 然后呢 它也可以去执行这两个装饰器 好 这里取这个例子呢 给大家讲完了 我就可以先把它删掉 大家可以自己去写一写就可以了 上面这块呢 我把decorator给它干掉 行 然后呢 我们回复到刚才的这个状态啊 有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呀 有的情况下去使用这个decorator 对我的类装饰 有的情况下 我不希望对类装饰 比如说我有一些判断在里面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用一个工厂模式 去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解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decorator外层啊 再包装一个函数 然后呢 我把这个名字 放在外层的这个函数里面去 OK 这块这么写就行了 function 我们要把它return出去 OK 这么去写 也就是呢 我这最外层是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会返回一个新的函数 有点像科里话 对吧 好 这块我这么去写 就OK了 那意思就是 我执行一下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返回的内容 我作为这个装饰器 这个函数是不是返回一个新的这种装饰器函数啊 所以和刚才的这种写法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运行一下 也就是跟刚才我们直接写 这个testdecorator外层不包裹这一层函数啊 的效果是一样的 那现在我如果换成新的这种写法 我们来试一下 npm branddv 一样也会打印出del 没问题 说明这段代码呢 这个装饰器呢 也能执行 只不过如果我们包装了一层代码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传一个tool进去 这块呢 我们可以接收一个flag 它的类型是 不理 我们可以判断 如果flag是tool的话 那么再去返回这个装饰器 否则的话 我写一个空的装饰器就可以了 OK 保存一下 那现在大家来看啊 我传了一个tool 意思是我要使用这个testdecorator的装饰器 那能不能用呢 现在getname应该是 能够被加进去的 我们跑下来看了 好 这样我能打印出来 但是我传false的时候 它怎么样啊 它会走到这个逻辑 也就是说 它拿到constructor之后 它不会做任何的操作 不会去往原型上加getname这个方法 那你去掉getname 是不是就应该报错了 我们试一下 果然它就会提示 你getname并不存在 处理好了 你去掉 感谢观看